1月23日,五間馬傾摘有 一先生今次抽到靚蕩,落二班說很容易可以再贏 川河洞區轉了倉之後,試襲越試越快 今次楊榮雲說難得有機會馬,可以一放到底 首度再來,上次輸了大步速,僅僅搏失頸 田泰岸說,休息足夠,這隻馬,憑進步,可以開齋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驚 這五間馬驚會為大家介紹三匹我的精選馬匹 當中有該場優勢 就算不是主力頭主,兼顧它們也可以 除了可以買三川四的WinPay 記住連贏位置Q,不妨因為它的好處或優勢 可以加入配角內 還未說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這個位置都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鈴鐺,有新片和貼士 立即為大家送上 記得追蹤我IG,跑了八場賽事 泥地都知道難 當然買三川七可能更好一點 不過我覺得有時過關精髓可以買細一點 而大的可以買單頭也可以 立即帶大家看看第一隻介紹的馬匹,一先生 其實大家昨天看過第二集的馬迷早晨 都會聽到我介紹這匹一先生 雖然看到它跑二班千六 只能夠追近一個沒有威脅的第四名 但其實如果大家那一場有留意過 雖然步速似乎是在中間追蹤的 但是這隻馬的衝勢相當厲害 可以說是休息足夠 比上次千四,原本增情我經常跟大家說 增情的馬通常會變慢 這場是快步速來的 快一點時間,利後上增情千六 雙重不利之下,比上次 你能夠比上次快一點 證明這隻馬久休之後真的有好處 亦都可以確認它開始熟和大用 姚本輝其實並沒有想過 將這隻87分的馬跑一場二班千四 因為這隻馬的確 雖然土耐沒有贏過 上次贏已經是一年前的事 當時跑沙田一班千四 真的贏了 但問題是這次明明二班千四都不報 為甚麼呢? 因為剛剛的賽日 大家看到有場二班千四 但姚本輝既然尾場有馬搏 或者前面前前後後 都有些馬可以出的 奧遊氣泡那些 你說怎會沒有想搏的馬出場 既然他這樣都避開而故意報一隻一先生 班德麗在有馬騎的情況之下 就說騎不到 既然沒有也沒甚麼所謂 其實他特意布黎地擺明就要轉場出手 因為這些馬其實六歲大熟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亦都未能反映的評分 在高位減下來之後 又可以靠能力再次去贏馬 的確在1650經常跟大家說 轉兩個彎是內蕩較好 未去到谷草那麼誇張 但大家拿一個上名率來排 你就會發現 真是一二三五檔 第四檔差一點點 但無論由WIN的數量看來 或者是上名率 四成三成半 這些不是太差的馬排到一檔 真是很容易贏 即是說沒有大騎錯 或者馬能力非常不適合跑例 又寧作別論 雖然這隻馬沒有跑過黎地 你不知道他行不行 但是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覺得練馬師知道嗎 既然這隻馬贏過千四都不報 他當然是有相當把握 或者是試襲班德禮自己試架 兩場都是他跑黎地 你覺得他會不知道嗎 試襲都是他試 馬會不會跑黎地 或者跑黎地厲害不厲害 他當然會踏到延滿輝 你又不需要擔心 他試襲黎地輸很遠 輸三個多五個馬位 沒有威脅 我知道威力奔騰高分 身力高升高班 但你有沒有想過 這隻馬現在跑一六五零 都不是跑千二 所以力測之下肯追上前 有反應給到我認為可以了 而且這場馬小也沒有塞車風險太大 一檔相對上會比較安全 這次難得這隻馬 同場有太多曾經贏過的馬 或者有能力的泥地專家 例如蟬星寶區等會揹到飛 所以葉本輝這隻一先生 我認為是可以試試WINPay 一定是馬小之中都冷滿 上次116倍 你覺得這次會變大熱嗎 肯定不會 如果會 我認為會很容易贏 說完這隻之後 去廣告 回來再說這隻村河洞區 村河洞區亦在昨天那集 跟大家在馬尾世界說了 有時我們知道一隻馬如何進步 不是在實績看回來 你看最近這兩場賽息 沒有東西看的 輸九個半馬位 十二個幾馬位 包尾看什麼 但是你會知道 他未轉倉之前 田泰安以他的體重 試了一次閘 在頭兩段超慢的情況下 最後他可以走到22秒6 這些時間是真的 除非你覺得錶是假的 或者你自己不相信 在手機上按一下 看看影片究竟拍了多少秒 手錶都有計時器 這些不能騙 而你看到這麼快走七個馬位 為何再次出賽的時候 田泰安都不是很重磅 為何沒有呢 因為頭兩段比較快 又不是走四十七秒 四十六秒九 變成四十五秒四 有馬上去壓迫他 所以才輸這麼遠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如果你看回當時的操練 12月5日至12月7日 這幾天他只是中間跳過兩課晚 功夫在這課試襲前 是比較疏鬆的 好像泥土一樣 排了整個月 由出賽到再跑 只跳過三課 這麼疏鬆的 就算試襲有東西看 真的比賽都維持不了 跟今次不同 轉去審習城倉之後 審習城一向都習慣辣粗 出賽後轉倉 你會見到 無論在來香港 那個禮拜跳兩課之外 想到重化 亦都會不停試襲 快跳 做些二十二秒八和十八掌門 一起快跳 即是會有些比較辣 比較密的功夫 而休息期亦夠久 所以這隻馬 今次用楊明倫 甚麼小五磅 其實優勢一定不大 除了面孤是否一樣好 沒有人知道 不過在試襲裡 這個1分09秒2 是課真加實 因為今次頭兩段更快 而總時間比田泰安在沙田期 更快 場地不同 誰會這樣計算 世榮 你當然是昨晚沒有看 馬眉世界 記得看重化閘 1分09秒2的 泥地相當快 沙田就不敢說 沙田有時 太陽曬 地下硬 泥地 乾快的時候 真的可以試到1分08秒多 我都還見過 但你說 在重化試1分09秒2 而我真是很少見 這些可以輕鬆贏的情況 來到香港 就算試給你看 沒有人相信 真跑轉了倉 肯定跟你搏 九檔陽明倫 肯定沒有人買 如果偏熱的 六、七倍 我都覺得可以試 當然我覺得 也不可能變大燕滿 如果變大燕滿 又是那句 他都很有信心才能買到這樣 田泰安贏七個馬位 都未至於變大燕滿 我貼給大家時還有15倍 今次轉了倉 應該有點不一樣 希望有個好結果 好了 講完這支比較沒有把握之下 下一場有隻比較有把握 跟大家說 去完廣告回來再說 跟大家說 這場其實有點異窄 什麼意思呢 有兩隻差不多 昨天也有跟大家 在新世紀速訓賽事說過 這兩隻是王 立童手套在內 那裡不多說 想聽詳細的 可以說到 但首到再來 他的操練程序 是越來越完美的 什麼意思呢 今季這隻馬仙來香港 之前在外地說 會不會用得太多 梁家俊試完兩個閘後 當時65分的手套在內 讓他試1200 你會發現他跑的日子 不計他操練之後的幾個月出 通常都是密跑的 例如21日 隔了10日 7日 11日 大家可以在我頭頂一路看到10日 接著他都可以不停地 接近 是越跑越進步 但是出得密 不要忘記 然後試了個閘 輕鬆大勝 草地之後三個馬位 再跑 駁泥地千六 轉程 立即有飛 繼續有飛 為什麼呢 因為超超比浪漫老窩 那次 根本就是超快時間 沒有斷 快成0.62秒 在當日的谷草 都是超快時間 身前身後全部都後上馬 其實你都看到了 連中環英雄跟前 即是跟手套再來再前一點 再出都差一點 贏到總理 證明什麼 場馬真的有水準 而中環英雄的確是上次的頭馬 再贏有多出奇 中環英雄其實相當抵搏 所以手套再來以更快步速放頭的一匹馬來計 其實輸比浪漫老窩龍超超比 是個步速太快 而且這場既然1800米太長 你說轉去泥地路程跑 輸一條頸 其實都摸口飛 不過那天泥地非常利追 而他真的這麼黑仔抽11檔 說真的 田泰安如果不是抽11檔 就贏了 跟前如果排到5、6檔 組段自動放在前面 放在跟前的位置 直路一拉出來 要追過 用什麼移 美英聶飛根本就不應該追到前 這次真的有四五檔 讓他組段 可以放在跟前的位置跑 試過Ford千二閘 令他提升前速 這次他出閘 只要正正常常 平榜原加這三分 不會是假的 所以三隻之中 比較有把握 而且同場也有些快馬 扯快的步速 在跟前的位置 相當容易跑 如果不是大熱門 我會說這隻馬 是全日泥地之中 比較穩陣的一匹 好了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五間馬經 稍後還有1Q博士 這些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會見到四星龍珠 開啟實心鐘仔 有節目就會為大家送上 我們等待再見 拜拜